今年的建国百年台湾灯会 2月17号开始要在苗栗登场了 今年总共有51项伴手礼还有文创商品 主办单位还特别设计了针对兔年 设计给小朋友的兔子耳朵头饰 主办单位说 今年的苗栗灯会绝对要让大家慢载而归 展望新的100年国家繁荣太平 结合中国古典与客家风景的改良式短旗袍 是2011年台湾灯会的印象服装 密摸蔡淑珍特地应邀担任青山大使 为2月17号即将展开的台湾灯会热闹开场 这次的建国百年台湾灯会在苗栗 12项文创商品一一亮相 除了展示固年主题灯 也结合客家文化及年节气氛 为游客创造不同以往的灯会饗宴 苗栗县政府也精选51项的指定 伴手礼而文创商品从客家兔兜到手提包 还有专为小朋友设计的兔子耳朵头饰 呈现有点类似像东京迪士林那种感觉 从2月17号一直到28号为止 要让大家玩得高兴吃得开心 欢喜来逛苗栗台湾灯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